今天雨姐又带你磕糖了 最近有在看 红明浩和周也的新剧互新吗 最新两人采访 两个人要玩你画我猜的游戏 一方带着耳机 一方要通过笔画 让对方知晓词 我说主办方你可真会阻词 第一个是 我现在喜欢你 说完之后 现在 现在 喜欢你 喜欢你 周围都散发着粉色泡泡 放点他两句钟亲密片段 还有 红明浩的眼睛怎么还盯在老婆身上啊 你要记住 这是工作采访 不是他真的对你告白了 可别走不出心来呀 第二个 看把周也给急的 直接就把胳膊放他腿上了 不是这么亲密的关系 咋可能做到这么自然啊 过心 动个心 动过心 对 连起来 你可有对我动过心 是吗 你可有 对 这一声在 把我吓一大跳 哈哈哈哈 这时候 红明浩来了一句 哦 都是距离台词 都是距离台词 对啊 咋地 刚刚的你以为是周也单独对你说的呀 刚刚沉默的一秒里 你是对面前合作过的女演员周也说的 还是紧针对他个人 捶胸口 周也直接上手捶红明浩的 哦 这个是什么 打你 捶你 这次反过来 我算是看过来了 两个人就是互相说 电视剧中的情话 细乐 俩字 细乐 隐乐 就这个 啊 救命啊 红明浩直接上手比划啊 你们悠着点啊 摄像机还在面前呢 真的笑死了 一边的红明浩声嘶竭力的喊 一边的周也捂着嘴偷笑 好像一对无可奈何的小情侣啊 说水的时候 周也还要直接凑上去 把侯明浩吓得直接一正 很欣赏周也的直求行为 还有这里 水中吻 一直猜不出来 把侯明浩气得都笑了 我合理怀疑 周也是故意逗他的 然后 浩浩直接上手掩饰了 还撅着嘴 笑死了 然后就开始了小学生 也是周也 侯明浩出道后 主演并播出的第一部仙侠剧 他俩双双被观众喊话 早几年干嘛去了 他们俩CP感很强 还是同公司艺人 也是因为这部剧 观众纷纷感到了侯明浩的颜值 他也是圈内 一直被忽略的宝藏男孩之一 因为侯明浩一开始是以演员的身份 被大众熟知 导致很多人以为他是学表演的 但没想到侯明浩也是爱豆出身 还在韩国SM娱乐公司当过练习生 侯明浩的长相气质很正 而且整个人生经历 就是小说男主照进现实 侯明浩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 他的爷爷 爸爸和大伯都是军人 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 长大的他耿正苗红 言行举止都透着一股良好的教养 也是在爱里长大的孩子 小时候侯明浩并没有想过要当一名艺人 只是爸妈为了开发他的智力 六岁就让他学习守风情 艺学98年 他还连续几年拿过北京市一等奖 教学他出于好奇加入学校合唱团 还是合唱团升部长 小生初他还学过美生 尽管从小学了很多艺术特长 也经常参加学校的文艺演出 但他的学科成绩非常好 在班里一直是前五名 还当过数学 物理科代表 但一次偶然 他爱上了篮球这一项运动 他的偶像是特雷西迈克格雷迪 小时候他的梦想是像他一样成为一名NBA球员 虽然侯明浩现在从事的是演员工作 但他一直没有放弃对篮球的热爱 21年他在综艺 这就是灌篮四丹当过主理人 因为平时也总去篮球馆 今年侯明浩索性自己开了一家 而且就在横店 受工了就可以去过过手引 事业爱好两不误 而侯明浩入行的时间比较早 高中时期他就是学校公认的校草 长得好 学习成绩好 还会唱歌打篮球 12年SM公司到国内选拔练习生 其他人都要通过几轮选拔 而他们只见了侯明浩一面 立即提出要见他的父母 还有参加过同场选拔的选手爆料 当时几千人参选 SM只挑中了侯明浩艺人 那时候他才15岁 他的长相就是SM很喜欢的那款 干净秀起又很清爽阳光 他被SM挑走后 学校食堂还贴了他的海报宣传 在父母支持下 侯明浩孤身前往韩国 当练习生那两年 他每天九点到公司 凌晨一两点才回宿舍 除了声乐 还要学习舞蹈 上韩语课 高强度的训练让他非常崩溃 又很自卑 坚持了两年后 因为妈妈身体原因 加上他更想在中国出道 于是选择回国 但SM那段经历 对侯明浩的演艺生涯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为国内各大经济公司 都喜欢牵游韩国回来的练习生 尤其他还是SM出来的 14年侯明浩就通过层层选拔 同年12月以Fresh即刻少年团成员身份出道 他们组合有大家熟悉的演员曾顺希 曾顺希也在韩国JYP当过练习生 他俩是组合理颜值最高的 那一年他们只有17岁 在公司也是最受捧的 但内娱男女团生存处境艰难 于是15年侯明浩转型成了演员 他拍的第一部戏 是林自聪指导的电影《笑灵足球》 但这部电影上映后票房不足百万 评分也只有2.8 第二部戏 他就在电影《惊弓之鸟》饰演男主 结果这部戏至今没有上映 但侯明浩是幸运的 受公司力捧的他 16年在放开《我北比第一季》中 担任明星嘉宾而被很多观众熟知 参加这档节目时 他不过才19岁 自己还是个孩子 但照顾萌娃非常温柔又有耐心 侯明浩网上流传最广的女装照 就是出自这档节目 长相秀气的他穿起女装 比女生还要好看 虎心热播后 侯明浩穿女装的视频扮相 再次被挖了出来 但很多观众认识侯明浩 是因为《寒武记》这部网剧 这是他出圈的第一个角色 也被很多观众称为他的颜值巅峰 年仅20岁的他在剧中 饰演拥有双重人格的剪子 一边是呆萌帅气的林家弟弟 一边是冷酷无情的杀手 男主人设又素又帅 他和周宇彤的CP也很受欢迎 18年侯明浩主演的青春校园剧 《人不彪悍!往少年大火》 再次让观众注意到了侯明浩这个演员 他在剧中饰演的花彪身是可怜 从小和奶奶相依为命 也早早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 但他一点也不苦情 反而很开朗乐观 对朋友很仗义 因为侯明浩小时候是奶奶带大的 他的奶奶和剧中的奶奶有一些相似之处 所以让他更好地带入了角色 这也是侯明浩出道以来最火的一部作品 花彪也成了很多观众行中的白月光 在《寒武记人部》彪汉《网少年》之后 侯明浩名气资源上涨 18年之后演的几乎都是男主 而此前他也参演过电影《嫌疑人X》的《现身》和《震魂街》 剧不完全统计 从15年转型拍戏至今 侯明浩主演的影视剧超过18部 包括刚刚开机的古装剧《少年白马醉春风》 侯明浩出道以来拍摄的古装作品并不多 反而主演过推理笔记《新宅》《猎人》等几部悬疑题材的作品 他也在网剧《怒害千杀》《秦令神术》中饰演过无邪 而这版张其林是诚意饰演的 侯明浩还和吴磊主演过《启航》 当风起时 叶和管晓彤主演过古装剧《我就是这般女子》 还有《约独客艺人之下少年巴比伦》 多部带播作品 自21年转千和送后 侯明浩的资源肉眼可见好起来了 21年他还入选了《新陈大海青年》演员优选计划 但自人不彪悍往少年之后 侯明浩主演的作品都不出圈 所以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 侯明浩的事业心很强 出道9年排了30多部影视作品 其中以男主居多 而且录了非常多综艺节目 像演员的《诞生平行时空遇见你》 爱豆出身的他还录过音乐类综艺《换月之城》 也参加过舞蹈类节目《新武林大会》 篮球类节目《这就是灌篮寺》 还有各种飞行节目 爱好唱歌的他还经常给自己的作品演唱OST 像沪欣插曲《起明星就是他唱的》 还有人不彪悍往少年我就是这般女子 他都唱了片尾曲 最佩服的是行程这么紧 侯明浩还能抽出时间去做自己热爱的事情 精力非常充沛 别看他外表清爽阳光又有少年感 但其实穿衣线瘦 脱衣有肉 出道后他一直很自律 常年健身 腹肌和手臂线条都特别漂亮 又不会过于夸张 而且侯明浩技能满点 除了手风琴 美声 舞蹈 他还擅长钢琴 吉他 台球 游泳 潜水 滑板 魔术 冲浪等技能 是个热爱生活 又喜欢挑战的人 去年他还入手了一辆摩托车 还去体验了高空跳伞 非常有运动细胞 也能由此感受到他对生活的热情 他今年才26岁 性格好 业务能力不错 技能点又多 越了解越发现他就是一个宝藏男孩 希望他赶紧爆红吧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